我刚刚讲过,这个把它关闭 它关闭电源并删除更改 刚刚所做的一切呢 又会回到原点 那不是很方便吗? 也不用担心会中毒嘛 而你也可以练习到 怎么样去解决那个病毒 因为呢,我刚刚讲过 太多人在提到什么 我的电脑怎么又中毒了 然后呢,中毒之后怎么办? 又要重灌 要不然的话,重灌又要给人家灌的话 又要花800块 要不然的话,就是装了一大堆的防毒程式 那那个防毒程式又互相不相容 你会把我当病毒,我也把你当病毒 虽然我们两个都是防毒程式 但是每个人都要抢工 那一看到有可能的疑似病毒的 就抢工的话,两个抢在一起之后的话 你就当掉了,电脑就无法开机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里的话是补充一下 补充说明 那你们回去的话 就是可以看一下说 你的电脑是不是真的中毒 另外的话 至于怎么解读 在网路上很多相关的报导 其实像我的习惯 如果中毒 我根本不知道这什么的时候呢 可以善用什么呢? 善用搜寻引擎 善用搜寻引擎 解压